从没见过这么神奇的男人 嘴巴能吐出勺子 双手挥动将碗里的汤分成两份 牛顿都看哭了 这时上帝突然出现 吓他一跳 原来是布鲁斯走得太快 上帝是过来交代两条规则的 第一不能告诉别人自己是天神 第二不能左右自由意志 来到街上 他一个转身挥手 消防针直接炸了 在路上吹一口气 美女的裙子就被掀起来 布鲁斯看到曾经欺负自己的小贺贺 便大摇大摆走过去 对他们说 向我道歉 不然就欺负你们 红红表示 除非屁股钻出猴子 才会向你道歉 突然他脸色不对 全身抽搐 没想到屁股真穿住了一只猴子 然后布鲁斯嘴里 捕出一群蜜蜂吓跑众人 这一下舒服了 他站在塔前自称上帝 非常嚣张 回到家后 布鲁斯用意念关上门 走到客厅阳台 拉近了月亮 点缀上几颗星星 与女友花弦月下浪漫无比 现在的布鲁斯顺风顺水 决定出门夺回他的工作 坐上小泊车里 镜头一转就是一辆跑车 挥动手指 五车的路上为他移出了一条道路 赶眼来到基地 遇见了电视台的人 布鲁斯知道有大事要发生 话一说完 警犬被挖出来一具尸体 他抢在前面报道开始分析 而后 警犬又在新闻台车里发现麻药 很显然这些是布鲁斯搞的鬼 就是想看对手出丑 回到电台 布鲁斯整骨正在录制节目的哀文 光是整骨人还不够有趣 夜晚他在女友去一家高级餐厅 对方以为他是要来求婚 但是布鲁斯只是告诉女友 他当上黎明主持人 真够直男的 女友很失望 这时布鲁斯耳边传来人们倾诉的声音 还越来越大声 原来当上帝也是有代价的